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冲一次你要小心喔 会出现偏线喔 我待会再告诉你 好 我们先看一下 昨天的走势 平高盘开出 拉高往下手 点到这边马上要做拉高 之后一路盘跌而下 再点到这边又上去了 低点来到7978 你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点两次 他就是不破 要上去 这有大家道理在喔 你不要随便乱猜 有大家道理在 你看这个就知道了 这个低点就刚好这个下缘线 三角形的下缘线 所以他不破 那既然不破 那他还有机会的做冲高 好 压力在八千亿附近 好 过还是不过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那怎么去研判呢 你要看他的量 你要过 当然我们欢迎他 可是这个量 你要千亿 你要千亿 我们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要千亿 你这两天的量 都是没有量啊 都六七百亿 六百多亿而已 好 我大家看一下 量是不是一路萎缩 礼拜一的量 661亿 你既然没有量之下 走出来三角形 做得很漂亮 我听清楚我的用词 做得很漂亮 好 量说 那就还有机会再继续 攻一次 那压力在八千亿附近 只要带量做突破 做突破 你不要他一突破 你就马上去追哦 千万不可以这样去做哦 做突破 收盘前 量有出来了 个股 你要买再来买 你不用急 应该不会有量啦 我现在告诉你 应该不会有量 要有量的话 他前面是不是做白弓了 什么意思 好 这边第一档 七二零三的时候是报大量 一千四百多亿 之后呢 你有没有发现 越往上走 这量是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好 那碰到这边压力的时候 他又不攻了 又做休息了 他要过的话 早就过啦 何必这么辛苦 那今天如果带量往上攻 那是不是他前面两个礼拜是白做攻的 他是白做的哦 他有必要这样子吗 没有必要嘛 好 你再看 真的要往上做突破 那下一个压力又出现了哦 这整整三个礼拜的压力在这边哦 假设 假设 今天你是阻力 你是控盘手 你会不会做 你会不会把拉高让你要解套 你会不会让前面的人 你套给他的那些筹码 把他再吃回来 你会不会 你摸着良心 我问你自己 你会不会 什么意思 这一路做拉高 是不是量缩 那代表说 他拉高的时候出货 拉高出货 拉高出货 好 那你这边被套的人 这几天被套的人 今天在做拉高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做解套了 今天你是阻力 你会那么笨吗 好 那再做拉高 又碰到这个压力 另外一边套牢就做出货 就刚才我讲的 假设 你是阻力 你在控盘 你会不会这样子做 再笨也不会 对不对 再笨也不会 那个量就不是说 你知道一千亿就够了 那可能就要一千五 以上这样才够 那你现在有可能吗 好不容易 好不容易才套给你 开玩笑 帮你做解套 当然是让你断头的啊 这是股市的 你要搞清楚耶 这不是慈善机构耶 所以你看看 走势从高点 一万点下来 我这边写出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 这个叫什么 这属波浪 是属于波浪理论的部分 当然你会发现 老师你的属法跟你的不一样 没错 这是所谓波浪理论 他在告诉你什么 告诉你位置 波浪理论 他在告诉你位置 你现在在什么位置 你现在在什么位置 好 你看 我为什么告诉你这是小反弹 好 这是啊 护盘基金做出来的反弹 而不是走多 因为这整个结构 整个结构 你看一下 通通是下沙的时候带量 下沙的时候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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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反弹通通没有量 反弹通通没有量 为什么这样子 难道你就不会怀疑一下吗 人家为什么这样子做 你不觉得很奇怪 人家为什么这样子做 他既然他低档买了 涨上去 会不会让他涨得更高 更好 对不对 他低档是不是可以获利了 不是这么玩的啦 你错了 不是这么玩的 人家低档进场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他套了满钢子 他套了满手 根本卖不掉 他只有自力救济 做什么 做短线 这就是主力大国在做短线 低档都爆量 拉高的时候做出托 他在做短线 既然他在做短线 你说会不会有大波段 当然不会啊 为什么要轮动 东轮西轮 轮一圈 涨个五六天 就是把所有股票给他轮一圈 今天涨的 明天就不会涨的 今天涨了 一定涨到其他的 都是这样子走 就是要不让你做几套嘛 你要搞清楚 所以投资朋友 实在是学功夫重不重要 你看得懂的时候 你自然就不会进场 你像这种盘 我们老手是绝对不会进场的 不管他再怎么涨 我们都不会进场的 我觉得很奇怪 涨啊 你进场就套牢啊 你进场就套牢啊 所以你像看到了 你知道每一个波段 你进场就套牢 你感觉好像很强 涨上去了 这是做给外行人看的 好不好 内行人你看要知道 这个结构不对 什么叫结构不对 结构牵扯到什么 波浪理论和趋势理论 结构不对 那结构不对 那结构不对 它有的不是在做底 只要不是在做的 我们讲要走多 所以量一直出不来 你有没有发现量一直都出不来 那再下去量还是一样出不来了 到年底都不会有量了 我觉得很奇怪 没错就是这么一回事 不会有量就不会有量了 法人通通套牢套一缸子 外资也套牢套一缸子 互盘基金 公股航购也套了一缸子 那你现在想一下 我们的基本面 我们的GDP是怎么一回事 一保不住了 现在就提出来了 搞不好这是不是富的 搞不好出现Mindus 那你叫它怎么涨 不可能的事嘛 对不对 用屁股想都知道 不可能的事嘛 所以为什么没有量 中长期的资金 根本都不愿意进场 人家都很清楚 大家都知道 它是怎么一回事的 那你这样子已经用 有用吗 没有用 只用一些散户 用一些不怕死的 好我们看一下棋子的部分 你会发现 就是今天的棋子的轴势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什么 这叫做没有章法 护盘基金 他高兴怎么玩 他就怎么玩 所以呢 没办法分析 坦白告诉你 没办法分析 任何的理论 通通不存在了 没办法分析 他的医治 他高兴怎么涨 就怎么涨 高兴让它跌就让它跌 高兴让它涨就让它涨 所以没办法分析了 那出现这种状况 就是你棋子的部分 他会这样子做 可是现后 他敢不敢这样做 不敢 好你看一下现后的部分 好你看一下现后的部分 他为什么不敢 最后面这一盘拉上去 花了多少资金 将近快五十亿的 拉那么一点点才多少点 最后那一盘也不过 拉七点 就动用多少 动用将近五十亿呢 那棋子需要那么多吗 不用吧 一万口才多少钱 你要搞清楚哦 我们一般人正常人 一口保证金 十二万就 以十二万来算了吧 那一万口 也不过是十二亿 可是呢 他们是不用保证金的哦 你要搞清楚哦 他们是不用保证金的哦 只有我们散户才要保证金哦 法兰要保证金 可是他们是不用保证金的哦 那你怎么跟他玩 所以说出现这种走势 你怎么跟他玩 你怎么玩都是输家 你怎么跟他玩 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 好 这一定要没办法分析的 所以呢 你短线的方法 很难操作 一进场 你停一准 你射下去 马上就被清出场 好 左八 右八 就被清出场了 所以大家知道 盘射是这样子 是这么一回事 好 日线他不敢 刚才看到了 日线他不敢 因为日线所要花的子弹太大了 好 他不会轻易的样子做 所以利安一直一路往下缩 他不敢随便乱动 因为股票买下去要卖很难卖 可是呢 其实这部分没有这种顾虑 一路可以把它塞好 好 所以说差异在这边 差异在这边 所以功夫重要重要 你学到功夫 你就一路往前走 重点是说 你学的对还是错 那对的 你就坚持下去 那错的 你要赶快去做修正 我相信你学过很久了 五年 十年 或是更久 那你用到到现在 你的胜算 你的准确度 如果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 那代表说 你所使用的东西 是不对的 照理来讲是不对的 我先给你一个标准 五年的时间 技术分析 五年的时间 你正常 你要达到 你的功力要达到六成到七成 如果你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有的时候 你现在花了五年的时间 你去学习 你去用功力去学习 你还达不到六成 七成这种功力的话 代表你的方法是错的 我跟你讲实话 你只要把我这一本学通 五年 五年 就够了 你就可以达到六成七成 那代表你的方法对了 方向对了 你实际上就可以达到 这是真正的重点 下段节目我要告诉你 我要告诉你这一本 它的妙处在哪边 我用个股 哪一个是个股 我们的股王 大力光 走出来的模式 这百年难得一见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见广告 下段节目再告诉你 老婆 我在我们的新家了 客厅的风格 决定了吗 你一定会喜欢 那餐厅呢 餐厅和你都 好美喔 没有啦 我想小乐一定等不及了 我们到咯 拜拜 喂 绿的家具吗 启动家的第一步 绿的系统家具 欢请瓜瓜乐 百分百有奖喔 技术不到 千金难买 早知道 花钱要买 早知道 每日行情 谈钱先知 股票走势 谈钱通知 何老师天天给你 早知道 每天掌握先机 赢在早知道 花钱要买 早知道 02 2578 3777 2578 3777 椰子 无患子 变成POSE 洗衣塑造精 不残留 超干净 干净到每一个纤维孔 會透气 寶贝好喜欢 POSE洗衣塑造精 POSE 技术不到 千金难买 早知道 花钱要买 早知道 每日行情 谈钱先知 股票走势 谈钱通知 何老师天天给你 早知道 每天掌握先机 赢在早知道 花钱要买早知道 02 2578 3777 2578 3777 吃牛排 除了美味 我还要求安心 我选择 有食品卫生认证的 貴族世家 陛下 安全看得见 超美味 超放心 幸福就在这一刻 貴族世家 技术不到 千金难买 早知道 花钱要买 早知道 每日行情 盘钱先知 股票走势 盘钱通知 何老师天天给你 早知道 每天掌握先机 赢在早知道 花钱要买早知道 02 2578 3777 2578 3777 砰砰呼呼啦 砰砰幫你呼呼呼 呼提怖 砰砰幫你呼呼 砰砰幫你呼呼呼呼呼呼呼 Stage 4 心呼 肌 кров嫩嫩又焰砰 砰砰呼呼好舒服 nice砰砰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好 我们看一下 昨天的走势走出来 该攻 可是他又不攻 幅度还不够 所以还有机会再做冲一波 好 我们看一下 该攻没有攻 那还有机会来做挑战一下 这个压力在8100附近 要过的话一定要带量 没有量就是片线 那万一跌破呢 跌破呢 跌点在哪边 79 78 一旦破的话就算数了 不需要有量 破了就算数了 一旦破了就从7203上来的反弹就结束了 好 注意哦 注意哦 突破一定要有量 并且那个量要很大 并不是哦 比那个这两天600多亿还要多 就够了 不错 要很大 千亿这种量才有够 因为你要化解什么 套口牢的卖压 好 走势是这样子 所以都说没有 方法 方法很重要 你找对好方法 你就要坚持下去 往前走 你才能达到你的目标 不错 还是这样白色的花生人 所以他说没有 当你要学习任何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 那坚持下去 你就可以走向成功的大道 重点 方法要对 那你方法不对的话 你再怎么走 你都打不到 你真正的要 你要走的路 你要到达的方向 好 我刚刚讲的 个股 我们的股王大力光 走出来一个模式 一个图形 这个什么 这种趋势 它是属于什么 百年难得一见的趋势 我们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这样讲 好 你看一下 大力光 这就是什么 复合式头肩顶 出现两条颈线 因为要解释这个 要讲这个 大概要两个小时 时间太多了 那我简单跟你讲一下 它走出来 复合式头肩顶 跌破之后 第一次跌破 反弹上来 会回撤这个 上面这个小的颈线 第二次再跌破之后 它会回撤 大的这个颈线 哇 很神奇 其实我这里面都有 我这里面都有 好 这个 是一个重点 还有一个重点 什么叫还有一个重点 你再看一下 同样一张图哦 同样一张图哦 走出来什么 开放三角形 这张图跟看他那张 是一模一样的哦 好 你要搞清楚哦 好 是一模一样的哦 你注意看哦 你注意看哦 我只是把它 把这个趋势图画出来 是不一样哦 它走出来是 开放三角形 来 这个开放三角形 走出来 代表什么含义 走空了 头肩顶走出来 走空了 因为这个图形 一旦走出来 它是出现在 它不是随便出现的 你要搞清楚吧 它是出现在 原始趋势形态 做头 它才会出现的 平常是不会出现的 平常所有的趋势形态 它是不会这样做的 绝对不会这样做的 你要问的老师 什么叫原始趋势形态 什么叫那个刺激形态 对吧 位置 这是我们讲的位置 你去做分析的时候 你先知道什么 先知道位置 刚才先告诉你的 好 你要先知道位置 这个波浪里头方告诉你 位置 就是告诉你 你现在一栋大楼 二十层 你现在是在哪一层楼 好 这在牵扯到 它是在什么时候 才会出现的 在哪个时候出现 告诉我们 这是所谓的警讯 告诉我们 这个高点 短期之内 什么意思 来看一下 三七一五 这个高点 短期之内 所谓的短期是好几年 短期之内 不会再看到了 看不到了 好 破线之后 它有个特性 开放三小型的测量公式 破线之后 从这边开始测 那二五二零 不是它的底会破掉 一定破 不信我们等着看 一定破 支撑在两千 在两千附近 代表说 它这样子 整个测量公式 已经告诉我们了 这个不是底 那走出来 是不是很清楚 很明确的 那你现在 任何的点 都不是买点 好 这告诉我们 你现在任何的点 都不是买点 那等它下来之后 整个波段 出现所谓的反弹的时候 你再做进场 好 你会说 开放三角形 有什么特性 走出来五个点 一 二 三 四 五 看清楚 它鼠法跟三角形 是不一样的 三角形是 一 二 三 四 五 但是它的手法是 一 二 三 四 五 我这样鼠就乱掉了 对不对 一定乱掉的 因为这可能 你平常都没有看过的 好 它是什么特性 第一波往上弓 就拉回 这个第二波的拉回 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自然修正 自然修正完 再往上弓 突破前面的高点 来到第三这个高点 好 做拉回 那这个拉回的时候 第四点 跌破这个第一点 那这个就不是 所谓的自然修正 就不是 那个时候你就要怀疑它 是不是在做头了 一个这么强的股票 不需要这样子走 好 你再往上看 好 拉回跌破第一个这个高点 之后再往上弓 第五的高点 又突破第三个高点 你有没有发现 三突破一一点点 五突破三一点点 好 五 之后拉回的时候 又跌破三 出现所谓的重叠 好 既然出现所谓的重叠 它就不属于自然修正的 那它在做什么 在做头了 好 你不用等它走出来 你就可以知道 它是在做头了 我这边很多每个 很多细节部分 我要告诉你 怎么去研判 包括个股 包括大盘 怎么去研判 它都会告诉你 好 光这个图形 要从头讲到尾 需要一个小时 所以节目中 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需要一个小时 好 我只能简单单告诉你 好 破线之后 出现所谓的小回撤 那再下来 达到测量公式的时候 我出现大回撤 那你想要做多的 要强短的 做多的 等大回撤的时候 再来做 现在还不是时候 好 这是走出来的 已经走出来了 头部形态已经成型了 好 这是所谓的头部形态已经成型了 刚才给你看到的是 头肩顶 它还是头部形态成型的 它所谓非常复杂的 头肩顶 复合式头肩顶 既然是走出来的 这都刚才我告诉你的 两种头同时出现 这很难得的 这很难得的 我看了那么多图形 能够找到这种图 很难得的 比起来又是古王 它又是古王 你现在看到的 高点下来 跌破之后 你会发现 通通带亮 长黑棒通通带亮 谁败的 当然是法人在卖的 已经有人开始做出托了 那现在下来 幅度会很大 你不要再寄望它 当然它是好股票 没错 铁定是好股票 那问题是 好股票再怎么涨 不可能涨到天上 它还是会做休息的 尤其是我们未来基本面 想要再好 很困难的 大家都有手机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有照相功能 你要再好 你要再创新的这种高点 很困难的 所以如果你有 如果你有 给你良心的建议 闭着眼睛 卖就对了 闭着眼睛 卖就对了 下去 它的低点 会变成三位数 你现在看到 这四位数 现在是还要两千多 这四位数 下去会变成三位数 才会出现比较大 比较像样的反弹 信不信 我们等着看 好不好 等着看 跑不掉的 告诉你等着看 好不好 好 下来之后 好大家 弹上来 通通没有亮 你有没有发现 跟我们大盘好像哦 像不像我们大盘 下杀 有量 反弹 无量 主力大户 还有法人 是法人哦 这个主力大户 跟那个控盘的不一样的 主力大户 在做什么 在做短线 当然它也是控盘的工具 因为它是精神指标 跟台积电一样 它是主帅 精神指标 在一旦走出来 就告诉我们 在控盘 用这些东西去控盘 就不是长真的 你真的要长真的 不需要这样子长 不需要动用他们 你不需要 我们讲的王牌 大家有打 有没有打过桥牌 你不能说 动不动地出王牌 你这样子怎么打 打不下去的 所以你真正王牌 是要用到最敏感 最重要的时机 才用 这样子 那个王牌 才有它的功力 还有它的功效 所以多得不要 但你了解 你知道的时候 人家怎么动 屁股一摇 你就可以知道 它到底要拉死来拉尿 这才是你要学习的方向 所以把功夫给学好 学到就你的 有功夫要练功夫 没功夫 你要学功夫 操盘密集 靠山三岛 靠人人老 只有靠你自己最好 我相信 当哪天 你有这种功力的时候 你想一想 那种感觉是怎么样 这是真正 你所想要的 你所需要的 谢谢收看今天的节目 差不多是你 本公司 白天办公室 晚上做家事 我们的肩膀 能扛多少事 高野家低鸡精 不是一般的鸡精哦 百分之百原汁 控温杀菌 真空安心 纯纯的原味低鸡精 好喝耶 还有还有 胶原蛋白 照顾家人 疼爱自己 全家人的营养品 我爱这个家 我爱高野家 高野家生机食品 技术不到 千金难买 早知道 花钱要买 早知道 每日行情 盘前先知 股票走势 盘前通知 何老师天天给你 早知道 每天掌握先机 盈在早知道 花钱要买早知道 02 2578 3777 2578 3777 为什么肌肤这么水嫩Q弹 因为我有水沫水沐沥 日本专利波尿酸 洗澡就像敷面膜 超水美机天天谈恋爱 真的好谈 笑啦笑啦 嘴魔力沐浴如 技术不到 千金难买早知道 花钱要买早知道 每日行情 盘前先知 股票走势 盘前通知 何老师天天给你早知道 每天掌握先机 盈在早知道 花钱要买早知道 02 2578 3777 2578 3777 再次害虫 小面敦格热并没闻 新鲁液一体电纹箱 试用各种电纹箱器 新鲁液一体